說真的在奧運後 台灣隊的表現一直越來越好 我覺得整體現在我們在世界舞台上 連別的國家之外都說 就是台灣現在都打 就是每個項目都是還不錯的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當隊友有個好表現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共同奮鬥的感覺 也不是說自己一定要表現得多出色 或者是一定要共有這個曝光度媒體關注度 我覺得在跟隊友一起打拚的這段過程 很可惜沒有能夠跟他們一起站在場上 站在場邊一起努力 當然我覺得能夠給予他們的是 更多場外場下的知情 我的國高中到大學的一個學妹吳蒂隆 他們上次在世大運的時候拿下的金牌 我真的很替他們感到開心 我是他們身邊的人 我知道他們一直很努力 一直很想要選求一個表現的機會 台灣這一次 世大運這一次 他們把握了這個機會 大家努力都有被看見 但是很可惜的是 自己也沒能夠站在這個場上 與他們一起努力 就是第一線跟他們一起分享這份喜悅